我是莫莫,一名在中国的衍门旅游学生。 这里的美金,美式, 心儿,以及美好的人好事。 猪肉,石头,都是我爱上中国的理由。 希望我的Vlog能够带大家尝试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。 在上中文的小说编辰中, 女孩翠翠就生活在香浅与三山市角结的花园线。 在这里,插通古墩安静地附在游说河边, 期待时游客满步其中。 今天我来到了乡村笔夏的边城, 看看这座详细小城的美丽的风景。 故事故乡的雕叫龙, 精美别致的烧物一瓶, 泡光灵灵的河水, 变成山洞的金刺, 沾宁人陶醉。 千万别忘了, 淡淡淡和爷爷百度的渡口, 提压一把拉拉渡。 如果说插通的零多是自然方光, 那至干秋节就是至独特的人文方光。 花园线一年一度的苗祖干秋, 今天也在扁川镇, 热闹赏眼。 可以看到好多的精彩的表演。 吃里巴香的苗祖同胞穿上山庄, 精心购物, 共同迎接这本群售的快乐。 通过这一天的游玩, 我感觉变成从树中走了出来。 这里的人情, 芳苏和意境被万参地保留下来, 成为都市之外的一边田园。 希望下一次, 我还能在河边体会到 知分有限。